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有一句說話叫做人必自無然後人無知 現在正好體現在拜登身上 在去年拜登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 曾經批評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說他是暴君和獨裁者 他這番公開辱馬 當然完全無視了 特朗普總統致力於重置美朝關係的功勞 現在被拜登競爭到上位 金正恩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朝鮮方面通過朝中社發表了一篇社論 將拜登批評到體無懸夫 這篇社論就稱呼拜登為一隻餓了三天的癲狗 已經去到老人痴呆末期 而且還說拜登是一個最深於掌權的老癲狗 究竟他這樣的批評是有沒有客觀或者理性的成份 那就見仁見智 但是 金正恩方面 顯然就不單止是 以這個社論來反擊那麼簡單 而且他還趕在1月20日之前 給拜登一個下馬威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昨天 朝鮮勞動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 領導人金正恩在閉幕時支持 他揚言 肯定會加強發展核武 同時就是會揭盡所能 建立最強而有力的軍隊 除此之外 他又公佈了一份非常詳細的目標清單 上面全部列明了一些新型武器 準備在未來幾年會進行試驗 包括了一些什麼 遠程導彈 核潛艇 高超音速滑翔導彈 軍事偵察衛星 固體燃料洲製彈道導彈 新型無人偵察機 超大型核彈頭 以及戰術核武器 他一試這些東西的時候 肯定會為朝鮮半島的局勢 帶來很大的麻煩 而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 金正恩從來都沒有玩得那麼厲害 現在明知道 拜登準備要上台的時候 他就趕在他上台前 馬上做了一系列這些東西出來 擺明就是不給你這個拜登 擺明就是當你臭死 如果是特朗普總統成功連任的話 金正恩 無論如何都要給他幾分薄面 以示尊重 因為兩個人都曾經進行過三次的歷史性會面 而且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金正恩曾經被美國的主流媒體 誤傳他的死訊 特朗普總統 就是全球第一個國家元首 是願意幫他出來作出澄清 當時還說金正恩的身體是無樣 是不是 曾經有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 可見特朗普總統根本上是實事求是的一個人 反而那些主流媒體 當時鋪天蓋地地賣新聞出來 就說金正恩死了老襯 只不過是臂不發喪 金正恩無厘頭給你咒一鑊 他肯定頂住了 某程度上 金正恩都可以說是那些主流媒體的假新聞的受害者之一 現在金正恩看到你拜登 原來都是靠這些主流媒體霸權 有份捧你上去 他就找回朝中寫出來數落你 然後又公佈一份這樣的目標清單出來不給你面子 當然你說究竟朝鮮有沒有這樣的科技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來整他那些目標清單裏面所列載的武器 我也覺得未必是有能力做得到 不過他說而已 這些有什麼所謂的 他說又不用成本 到最後做不到也沒有所謂的 反正他就是要給你拜登的下馬威 就是要在你所謂上任之前 爲落你兼且是裸警 沒事的 拜登的團隊一早就已經說明了 要將外交路線重返到奧巴馬那個年代 你一重返到奧巴馬那個年代 就代表著什麼呢 就是恩秦苟且 毫無突破 特朗普總統他就有創新思維 在外交方面就更加是體現得出來 以往哪有美國總統會願意接見朝鮮領導人 他就是做到 一次不夠兩次兩次不夠三次 不行就談到不行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總統任期就沒有發動過任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和平的使者 他就是真真正正善於利用談判的技巧來解決問題 善於利用軍事以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你看他怎樣對待朝鮮就已經知道了 如果是以往歷屆的美國總統 理睬你也傻了 怎麼會會見你呢 你什麼家夥呢 下什麼的水平呢 一定是看不起人的 怎麼會是願意所謂書磚降貴 跟別人同台吃飯才行 但是特朗普總統就做得到這一點 因為他根本上就不是一個傳統政客出身的人 他就真是有心為美國人民打拼 為美國的利益著想 他才是真正想終極解決朝鮮問題的一個總統 反而你奧巴馬和拜登這些 說都沒說就已經說要將這個朝鮮孤立了他 當他是一個死敵來的 是要往死裡打的 那你怎麼解決得到這個問題 他就周不時在那裡禁制在那裡發射 是不是呢 所以特朗普總統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總統 反之其他那些恩循苟且 事實上就是沒有成績 好了你現在拜登如果真的上任的時候 對於朝鮮來到港都是沒有運行的 因為你拜登根本上就不會當朝鮮是一回事 你不但不會會見金正恩 而且還會將美朝關係回撥到2008年的時候 就是說過去那四年的努力 全部就是白費功夫的 這個是必然會發生的 大家放長雙眼看看就知道了 好了接著下去就要講一下 在昨天又發生了另外一件的大事 就是 這個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就提前了30年 來將一份機密文件解密 這份就叫做印太戰略框架文件 這份文件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17年的時候制定的 特朗普總統就在2018年2月批准了 現在提前30年來解密 目標應該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拿來夾緊拜登 夾不夾得是一回事 但是這個心意就很明顯 這份文件到底是什麼 就是為了過去那三年 美國的一連串行動 提供了一個總體戰略指導 並且表明了 美國對於保持印太地區的長期自由和開放的承諾 實情這份文件就長達十頁子 但是中間有些仍然是塗黑了 有些機密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看到的那些部分 就說明了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優先事項到底是什麼 這份文件就是提出了一個願景 就是說朝鮮在不久的將來就不會再構成威脅 那麼這個就反映出來了 因為特朗普總統 就願意跟他談 那麼最後其實也是 那個局勢叫做比起過往很多年都緩和了 就是說美朝關係 另外一個願景就是 說要協助印度 在南亞地區佔據著一個主導地位 而美國就會跟印度、日本、澳洲等等的盟友和民主夥伴進行戰略結合 維護海上安全和區域自由經濟秩序 對抗中國日益擴大海外影響力 那麼實情這個願景很多情況都已經體現了出來 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就是一個例子 曾經有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四方會談就將會是亞洲版北約的初刑 好了 現在這份文件忽然之間提早了30年來解密 無非就是要夾緊拜登 現在拜登準備要上去 你握旗 那麼你會不會繼續搞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甚至乎會將這個四方會談的地位提升 叫做架構化 會不會這樣做 這份文件有提供了很多 指導性的原則 那麼當然 一旦拜登上台的時候 他就絕對是有權 將這些印太戰略的內容 全部就是扔彎 修改了他 廢除了他都還可以 但是現在這份文件提早了30年解密 使得這份文件不單止是白宮內部的人看到 是全世界都看到 那麼你如果拜登真是一動的時候 他就會失信於其他的國家 他就會在國際上出醜的 因為到時候他就再沒有牙力要求其他國家怎樣來對抗中國 諸如此類的 因為你自己本身都不做 如果你自己不做你叫人做 就沒有人會上當給你找笨的 大家一起鬥奶鬥快發大財好過了 那麼就不用理會你 所以這份文件提早解密是有他的心意在 當然啦 拜登上台的時候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們就在這裏一路觀察著他究竟做什麼 那麼這份印太戰略文件 還有一個戰略框架寫了出來 那這份文件就說 說中國是打算瓦解區內的美國盟友關係 而且就預示中國將會採取越來越果斷的手段 是迫使兩岸統一的 那這份文件就說到在台灣問題上 美國就應該是協助台灣制定有效的 不對稱國防戰略和能力 以保障台灣的安全和自由 同時就說明了要將台灣 納入第一島鏈 壓止中國的擴張 那這一個可以說是 第一次有一份文件寫到明 將台灣納入第一島鏈 那他寫得出又真的有做的 第一他就真的加強了 對台灣的軍售 無論在次數方面 金額方面 甚至乎是出售的武器方面 都是比起以往先進了很多 不過胡錫進就說這些是爛銅爛鐵買垃圾 那如果人家買垃圾你呱呱吵 還好英文如果買那麼多垃圾 虛耗了他的庫房 好事應該拍手掌 胡錫進不用叫的 第二就是 在近兩年以來 美軍又真的多了 在台灣的周邊範圍那是出沒的 所以就可以證明得到 這一份這樣的印太戰略框架文件 就真的具有一個 總體戰略指導的地位 當然 這個政策的延續性究竟是怎樣 那就有待來去觀察 但是 如果拜登真的將美國的外交政策 完全是重返到奧巴馬的年代的時候 看來這件事都很難繼續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奧巴馬那個年代正正就是把俄羅斯當作美國的首要敵人 無論你當他是稻草人也好 或者是假想敵也好 好了 現在你搞這個所謂 美日印澳四方回談 印度正正就是比較親俄一點 而 特朗普在過去四年以來成功拉攏的越南 傳統上也是親俄的 沒辦法 因為 俄羅斯就是對這兩個國家受武 尤其是印度 跟中國 恬恬恬恬恬的時候 印度也是馬上去找俄羅斯來 扣門買武器 不是美國賣東西給他 所以如果拜登真的把俄羅斯當作是頭號敵人 跟印度或者跟越南方面的關係 不多不少會疏遠 所以這個印太戰略到底延續性會是怎樣 我們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